粉丝提问,为什么突变团境2.0只增加了一个猎手,却加了三个丧尸?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有这个疑问,今天就来揭秘光子这么做的三个原因 1.1.0时丧尸太弱了 在突变团境1.0的时候,虽然没有C点的三楼,但人类在一起抱团守点,只要齐心协力,丧尸是不可能攻进来的 只因为那时候的丧尸太弱了,所以光子肯定要加多一点丧尸,让人类不容易守点 所以加三个丧尸不奇怪 2.丧尸变多,玩家才有兴趣玩 丧尸加三个还有另一个原因,那就是丧尸的体验本来就不好 如果太弱了,太单调,玩家肯定不想玩 所以把丧尸耸类加多一点,玩家就可以自由选择搭配了,游戏肯定会好玩很多的 3.猎手加多了会失衡 猎手为什么只加了一个呢? 那是因为猎手本身太强了,一个超级猎手已经够丧尸瘦的了 如果再加入几个类型的猎手,丧尸根本不用玩了,直接投降吧 而且猎手加多了,以后新猎手也不好出了 所以光子只能这么加 小伙伴们,这次你们怎么看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哦